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142集 房子被烧了还能重建 可人没命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季云开把所有的香油都倒出来后又把窗户上的纸全部撕下来丢在火堆里 让火烧得更大 蔓延得更快 这个小院是独立的 季云开并不担心烧起来会牵连无辜 有一条小蛇顺着季云开的腿往上爬 可爬不到一半就被季云开用棍子剥了下来 然后一脚踩死 亏得难则雨 召来的都是小虫 小蛇 要有大蛇的话估计没有那么简单 王妃太彪悍了 这真是女人 暗卫默地收回前行的脚步 对于敢放火烧虫 一脚踩死一条蛇的王妃 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把她和弱女子画上等号 也不觉得王妃需要他们救 指不定他们还要王妃救呢 火势蔓延 烧到了乌梁上 季云开却没有救火的打算 见虫子因大火四处乱跑 季云开果断选择外出 他虽不怕这些虫子 但也不想被咬 先不说有没有毒 被咬一口就足够疼的了 季云开看也不看一眼 拖着两只粗粗的腿有些笨拙地往外走 没办法 他怕外面还有毒虫 他不敢把包在腿上的被子扯掉 季云开走得干脆 却把躲在暗处的男子的语气得吐血 季云开 我太小看你了 居然遇到一个完全不怕毒虫的女人 真的是倒霉 既然毒虫要不了她的命 那就只能亲自出手了 男泽宇没有动 她如同一条毒蛇折服在暗处 等待着猎物的靠近 当季云开走到她扶杀的范围时 男泽宇猛地窜了出来 手中的灵蛇长剑刺向季云开的心口 季云开脸色陡变 想要后退 可腿上缠着大布包 她根本走不动 眼见对方的剑就要刺中自己 季云开拿出天衣神针对准对方 可就在她准备暗下的刹那 一直躲在暗处的暗卫出现了 挡在了季云开面前 当的一声 刀剑相交 两个暗卫齐齐对上男泽宇 冷声问道 南疆三皇子 没想到堂堂南疆三皇子出门 身边一个人也不待 原来在这里等着我 萧九安还真舍得下本钱啊 连自己的王妃也舍得推出来 男泽宇一听就知道自己上当了 想来也是 堂堂燕北王妃身边 怎么可能没有护卫 虽然没有得到正面回答 可暗卫已经能肯定 两人握着刀挥向南则宇 招招致命 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王妃 拿下南疆三皇子 原来 我是幼儿啊 季云开亮抢后退 看着激战的三人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他身边一直有暗卫 可之前他被毒虫包围 这些暗卫却不曾出现 可见他们并不把他的生死当回事 他原本以为 他和萧九安可以和平共处 萧九安会给他基本的尊重与公平 可不想 现实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 他真的是太天真了 能被人利用也是好事 至少说明 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季云开自嘲一笑 见院外没了毒虫 默默地将包在脚上的后部包取下来 带着这么一个东西 走路总有几分不便 建安卫与黑衣人打得不相上下 季云开犹豫片刻 还是决定待在原地 他虽是诱饵 可这黑衣人明显是冲着他来的 他要是跑了 这黑衣人必然会追出去 到时候伤及无辜就不好了 南泽宇的目的是杀季云开 他并不愿意与暗卫纠缠 边打边退 试图靠近季云开 季云开看出了他的目的 默默地将天一神针对准他 却没有按下去 天一神针一共只能用十一次 他已经用了两次 如果暗卫能摆平这个黑衣人 他何必浪费 可是他太高估暗卫的实力了 那黑衣人见久久摆脱不了暗卫 突然一甩衣袖 只见两道荧光闪过 紧接着就听到暗卫惨叫的声音 两个暗卫惨叫一声 瞬间倒地 季云开脸色大变 立刻按下天一神针 只听见扑的一声 九枚金针破空而出 射向黑衣人 不料刚刚飞向暗卫的两道荧光 突然朝他扑来 其中一道荧光被金针打中 落在地上 季云开无暇去看那道荧光是什么 因为另一道荧光已经冲到他面前 他想要躲开 可他的速度快 那道荧光的速度更快 那道荧光打在他的脸上 季云开只觉得脸上像是被什么咬了 本能地伸手去摸 却摸到了一条将死的小蛇 怎么回事 季云开拿着小银蛇的尸体 看着他嘴角的黑色 大脑有片刻的空白 那两道荧光是两条小蛇 然后他把蛇堵死了 他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你 男泽宇看到一死一伤的两条小蛇 苍白的脸扭曲可步 提起灵蛇剑就要上前 可刚一动就被三枚金针刺中 金针刺入体内不断旋转 其痛无比 而且那疼痛不是一时的 而是不间断的 这是什么东西 男泽宇脸色大变 想要将金针逼出来 却发现他一动 刺入他体内的金针 转动得更快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南疆的三皇子 你为什么要杀我 季云开随手将小银蛇丢了 冷着脸看向面前的黑衣人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同样的话 南泽宇丢还给了季云开 凭我能杀你 季云开举起手中的天一神针 对准南泽宇 却没有按下去 他发现天一神针虽然厉害 可好像没有办法要人命 只能伤对方 果然是医者人心 天一神针只为保命 并不为杀人 南泽宇脸色一变 顾不得杀季云开 更顾不得地上的小银蛇 转身就逃 喂 季云开脸黑了 他有那么可怕吗 默默地叹了口气 季云开收起天一神针 看到倒在地上的暗卫 迟一片刻 还是蹲了下来 替他们检查 命真的 还有气 两个暗卫被小银蛇咬中胳膊 银蛇的毒性很强 可也没有强到 见血封喉的地步 这两人还有救 前提是季云开 愿意救他们